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省吃检用投入了全部身家血本乌龟 要是一大生病的话就麻烦了 检察官无所畏惧 他那种凶狠的眼光 我到今天我都还是记得 十一片曲 今日说法即将不出 拒不交代账户的去向 拒不交代账款的去向 以至他自己关于自己各方面的过程 都前后矛盾 所以希望省派长在量刑的时候 能够结合这个方面来进行量刑 对陈平做出严厉的处罚 这是2015年元月15日 在江苏南京进行的一场庭审 庭审持续了整整九个小时 庞庭席做的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那嫌疑人陈平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会被公诉人请求严厉处罚呢 嫌疑人陈平被抓钱 是南京市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 名下的公司多达十几家 集团的宣传册显示 集团总资产达三个多亿 其中两家蓄电池工厂 一家占地106亩 一家占地25亩 规模宏大 年产值都在一元以上 那个时候的陈平风光无限 每年年底 陈平会召集众多投资人 一起开联欢会 由于企业业绩好 给投资人带来了好的回报 让投资人感动不已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近日说法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 看得见的正义 2007年到2012年 是陈平最风光的时候 他经常被人称为企业家 企业家除了赚钱 还得回报社会 2007年开始 陈平就开始回报社会了 可他回报社会的方式 不是让你获利 而是让你倾家荡产 60多岁的老潘 曾经营着一家生产电子设备的小作坊 小作坊收入微薄又辛苦 2008年左右 老潘身体出了问题 老潘感觉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 一个投资项目让他动了心 率先是24% 是符合国家规定 老潘听说的投资项目 正是陈平和他的集团对外发布的 陈平他们宣称 他们要投产 蓄电池 硅晶体和硅导体等 多个高科技项目 积蓄大量资金 因此向社会集资 许诺给投资人 20%到24%的高额年息回报 在宣传版上 陈平他们说 他们将要投产的蓄电池 具备国家专利技术领先 毛利润高达30% 2009年年产值将达到3到6个亿 而多金龟项目 则采用了先进的物理法提炼 销售价与成本价的比例 可达到11比1 相当于有10倍的利润 2009年的年产值 也可以达到3亿元 利润好 回报高 关键还有陈平这个金字招牌 老潘心动是必然的 心动的除了老潘 在江苏南京 徐州等地 还有几千人 而听为虚 眼见为实 为了让老潘等投资人信任 陈平他们还专门组织了 老潘 韩阿姨等人 去他们工厂参观 老潘他们还了解到 陈平曾做过多年的公务员 前些年才下海军商 据称 不仅拥有一家集团公司 三个多亿的固定资产 还获得了20多亿的外商投资 前景大好 穿着各方面就是非常普通的 一个普通人 法人也特别敬业 所以日夜夜就铺在这个事业上 项目回报高 陈平为人诚信 再加上有雄厚的集团资产 做后盾 老潘 韩阿姨等人没有犹豫 很快就投资了陈平的项目 老潘投了350多万元 韩阿姨投了80多万元 王霞投了370多万元 而据警方后来调查 从2007年到2012年 五年间在江苏省南京 徐州等地 共有3000多人 向陈平的项目 投资了10亿多元 就一年翻两次 我也得先麻烦嘛 我就想半年一次 比较好一点 刚开始陈平狠手诚信 利息都能按时支付 这让老潘 韩阿姨等人 对陈平深信不疑 到期的利息 他们都没有支取 继续留在陈平那里 利滚利 而陈平的事业也很红火 每年年底 陈平都会将老潘这些投资人 喊在一起 拔酒言欢 2009年过去了 又一次正式了 陈总的金业 用非常贵的办法 穿到了3.6亿销售业细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 人增长100% 在欢快的舞步背后 一场暴风雨正在逼近 2011年9月 投资了370万元的王霞 发现本该到账的利息没有到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我们就打电话找了要钱 他说 急什么 今天才30号 还有明天31号呢 这一等就到了2012年春节 虽然多次催问 当期的利息还是没有划过来 而每年一度的联欢会 也没有召开的迹象 王霞感觉不好 他就想着将370万的本金要回 可得到的答复是 退不了 因为陈明的钱 现在在兑换美金 在兑换人民币 出现了一些问题 说这个国家这个是什么什么管理 对美金这个管理很严格 你等一段时间 我离家先一分钟不少给你 感觉不妙的 还有投了350多万的老潘 和投了80多万的韩阿姨等人 他们纷纷去找陈平和他的公司 陈平的人见不到 集团公司只是让大伙等 说陈平在筹钱 家大业大的陈平 为什么就没钱给了呢 后来在法庭上 陈平进行了解释 陈平说由于环保检查不合格 他的一家工厂被勒令停产 导致整个集团公司的资金链断裂 周转不过来 这才出现了拖延支付的情况 众多投资者听说陈平的资金链 出现了问题 纷纷要求还本付息 这可是10亿元的巨额集资 短时间内陈平与他的集团 根本就对付不了 陈平被抓 检察官提出疑问 其实他只是揭开了 很小的一个部分 樊喜坚中心协助 理清了数百个账户 我们会急进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三亿资产泡沫严重 然后今天荒草已经到这么高了 十亿骗局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事情越闹越大 警方介入了一调查 发现这个陈平未经批准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 向江苏 南京 徐州等地 三千多名不特定的对象 吸收了十个多亿的资金 这是违法的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4月28日 南京警方将陈平刑事拘留 所以泰学金也不高 其实马马虎虎 过一种反正生活水平比较低的 这个状态吧 老潘投资到陈平那儿的 350多万元 除了多年的积蓄 还有他将自己的电子作坊 转让后的转让款 是他的全部身家 如果没了 这晚年就很难过了 韩阿姨的儿子身体有点问题 一直没有工作 他投陈平的80多万元 本来是想给儿子留一个保障 现在也悬了 因为很多老人啊 哎呀 这个贫困交加 卧床不起啊 都是老人的钱嘛 陈平被抓了 老潘等受害人 最着急的是投资款 没多久 陈平的案件被移交到了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于丰霜的手上 由他负责审查起诉 可检察官于丰霜发现 陈平犯的事 绝不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大骗局 这个案子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是公安机关 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这样一个罪名 来立案和进行侦查的 但是呢 其实他只是揭开了 很小的一个部分 就是对于我接手这个案件而言 陈平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 他哪些方面有欺诈群众 就这些很多的疑问 还要有大量的补证工作去开展 于丰霜 法学博士 江苏省十家公诉人 全国优秀公诉人 曾办理过中国人民大学 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受贿案 南京市建业区政府原区长 王德宝受贿案 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 共同挂牌督办的吴秋成等人 骗区出口退税案等 案件到了检察院 之所以怀疑陈平是在欺骗 是因为一些受害人 向检察院提供了一些证据 2011年9月 陈平的资金链开始出现问题 无法按时还本复息 为了安抚投资人 他通过视频 向众多投资人进行了喊话 我的这个第一笔款子 我在 在今后的十来天内 就能到达国内 就能到账 就开始 还给大家 在此期间 陈平多次通过视频喊话 总的意思是 他在国外有足够的资金 只是金融管控意识无法进来 让投资人不要着急 不仅如此 他还向投资人出示了 多张他名下的大额银行存单 其中这张是80亿人民币 这张是5亿欧元 陈平的喊话和大额银行存单 刚开始还是挺能迷惑人的 有些投资者甚至还追加了投资 可左等右等一直到陈平被抓 国外的大额资金也没见影 而陈平的这些大额银行存单 检察官余峰霜接手后 去银行做过调查 全是假的 对 这个品种 我们向中国银行专门去调查了 那么根据中国银行 给我们的回复 这是伪造的 中国银行就是说 它是这个拼贴的方式做成的 就是它这个账户下 没有这样的一个余额 假存单的出现 让原本是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性质 发生了变化 据调查 2011年9月 陈平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后 他一方面欺骗投资人 说他在国外有大额的资金 另一方面 将最高24%的年息回报 提高到了36% 受此蒙骗 又有一批投资人 给陈平投了9700万 他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继续地使用了虚假的手段 提高了利率 再继续地从事 这样一个吸储的活动 那至少他后半段的行为 就有很强烈的欺骗性 案件交到检察官 于风霜手上的时候 陈平已经被抓一年多了 老潘 韩阿姨等人的投资款 能不能追回 还是没有任何说法 心急如焚的老潘他们 找到检察官 于风霜打听 自己终身的这样一个 毕生的积蓄 可能多年退休工资 全部都投进去了 最后落到这样一个 血本无归的境地 然后有的老年人 还因此引发了疾病 有的人就是癌症晚期 也都没有钱治疗 就是感觉 就是老百姓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一场骗局 他们自己也受到了 很大的损失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 于风霜和同事们 对陈平和他的集团资产 进行了摸底 结果遇到了麻烦 老潘他们的投资款 是陈平以他个人的名义借的 投资款全部是打到了 他个人的银行账户上 而陈平名下的银行账户 有数百个 涉及多家银行 然后呢 老百姓也想查清他 最后的资金去上 钱到底去了哪里 也涉及到老百姓 一个损失的挽回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 繁金人民能够 跟我们协作 就是查询一下他 名下可疑账户的 一个交易的情况 那么也请你们放心 我们会极尽 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尽快查清 这个相应的资金的流向 经过于风霜 与风霜和同事们的多方奔波 陈平名下数百个银行账户 被查清 可陈平个人的银行账户上 只有几万元钱 陈平供述 10亿投资款 他全部用在了集团发展上 那集团账户上还有钱吗 陈平并不愿意提供 集团的账目 说找不到了 没办法 于风霜和同事们 只得去他下面的企业调查 两家蓄电池工厂 是陈平集团的核心资产 已经停产多时 土地 厂房和设备 都被陈平质押了出去 无法变信 余霞的公司更糟糕 要么是根本就没有开发 要么就是皮包公司 没有任何资产 就觉得就很荒唐 因为当这个现场呢 就是几个土堆 一个半高不高的围墙 然后记得荒草 已经到这么高了 我们进去以后呢 是在荒草中 辟出了一条路 然后还进入了几只 在里面做窝的野鸟 余峰霜受到一名女子的威胁 就她那种凶狠的眼光 我到今天我都还是记得 新技术高利润 外商投资均不靠谱 哎呦 这个情况实在是挺下来的 法庭上陈平否认诈骗 这本意并不在非法战友 十亿骗局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一番调查下来 检察官余峰霜 感到后背发凉 号称拥有十几家公司 三个多亿固定资产的集团 基本可以认定 这都是虚构的 可是老潘等三千多名受害人 投资的十个多亿 那是实打实的呀 这可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这些钱在哪呢 检察官余峰霜感到 这一切可能都是陈平社的一个局 老潘等三千多名投资者 可能都被他坑骗了 可此时的一部分投资者 并不了解真相 而陈平的家属 和原来的一些员工对外宣称 只要司法机关将陈平放出来 陈平肯定会想办法 归还他们的投资款 受此蛊惑 一部分投资者和陈平家属 与老员工一起 四处活动 要求释放陈平 他们被称为保陈派 他们却认为 这是陈平临时性的 资金周转不灵所造成的 他们相信陈平还能够有能力 拿到国外的 可能几亿的美元的投资 他有能力再把这个盘子赚起来 最终可以偿还他们的损失 相对于保陈派 老潘 韩阿姨和王霞等人 已经开始醒悟 选择相信法律 希望司法机关将陈平安插个水落石出 他们被称为导臣派 导臣派的做法让保陈派十分不满 他们扬言要报复导臣派 除了语言威胁 保陈派还曾找过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准备对导臣派的骨干人员动手 幸亏警方出面才被制止 我们当时抓了六名违法行为人 他有的身上都雕龙客风 在他们携带的这种车辆当中 还缴获了管制道具 于丰霜接受陈平安后 保陈派开始有组织地来到检查机关 递交警院书求见检察官 要求轻判或者释放陈平 甚至当面威胁于丰霜 就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 也不知道姓名 她就突然跳出来 就当时非常凶狠地 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你要敢以极致诈骗罪 起诉陈平 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她那种凶狠的眼光 我到今天我都还是记得 于丰霜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保陈派的当面威胁 她知道意味着什么 但她没有退缩 选择继续彻查陈平安 结果发现这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欺骗 其实陈平呢 他生产的是葛电池 这个他工厂生产葛电池 是属于产业需要淘汰的这一类 而且他的捐令呢 或者不具有先听性 或者其实并没有他所宣扬的 那样的技术优势和商业价值 陈平他们的投资项目 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高薪技术 说拥有国家专利 可于丰霜检察官曾去查询过 陈平主打的专利根本不存在 而他们宣传的 蓄电池项目利润可达30% 多金龟项目利润率达10倍 也是子虚无有 多金龟他当时有一些展板 说他还向某些企业销售了 他的成本和售价的比例 达到1比11 其实经过专业的这样一个 硅分业协会的这样一个评价 他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成本 而且可能他也没有 这样一个技术的优势 不光没有技术上的优势 多金龟项目到案发时还没有投产 只是画了一个饼 蓄电池项目根本就没有什么高科技 只是普通的蓄电池 年均利润在5%左右 陈平他们当初宣传时 说他们集团固定资产达三个多亿 吸引了上亿的外商投资 前面已经查证了 三个多亿的固定资产基本不靠谱 而外商的投资也是不真实的 那你一一来讲一下 哪家外商对你哪家企业 或者向我们政府的投资 你跟法庭慢慢讲一下 哎哟 这个实在是记不起来的 外商投资一家也说不清吗 记不起来的 那外商给你谈的email呢 合同呢 说不清楚 谁陪你接待外商的呢 也不知道 没有任何人 公司没有任何人见过 他所谓的外商 用费钱贵的办法 穿造了3.6亿的销售业细 每年年底召开的联欢会 陈平他们都会发布 优良业绩的捷报 让众多投资者不断追加投资 其实捷报都是虚报 检察官于风霜 曾调取了陈平的两家 蓄电池工厂的纳税清单 这两家公司每年的纳税额 大多只有几十万元 最多一年也才一百多万元 也就是说他们的年产值 可能只有几百万 最高也就一千多万 与三个多亿相距甚远 他就是一种用后款还钱款的行为 然后编制了他这样一个神话 这样一个技术优势 让老百姓相信他 但是最终一定会有人 接到这最后一棒 那接到这最后一棒 肯定是没有办法偿还的 他有一天 因为他这么高额的利息 是不可能运转下去的 势必有崩盘的那一天 谎称的企业规模 虚构的高科技 虚增的产值和利润 资金链断裂了 还用假的银行存单继续欺骗 犯罪嫌疑人陈平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检察官于峰霜认为 陈平涉嫌的 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而应当以更重的罪名 起诉他 2015年1月15日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集资诈骗罪 将陈平起诉到了法院 于峰霜作为公诉人出庭 我的钱 极致料的钱用的两个 两处 一个是我的科研生产 和工厂建设 而另外一个就是环保复兮 在法庭上 陈平并不承认自己是诈骗 坚持说 他从受害人那儿 筹集的十个多亿 并没有占为己有 全部用在了企业生产中 只是企业遇到了困难 资金链断裂 才导致投资款无法归还 另外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 被告人陈平 把所吸收资金 用于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或者已经挥霍掉 或者买房 买豪车 买浴室 买舍日平 公诉人于风霜 曾对十个多亿的投资款的去向 进行过调查 调查发现 十亿多元投资款 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 仅有1.68亿元 不到两成 余下的八成 能证实的只有三个多亿 用于了还本付息 还有一部分 用于支付业务员提成等 集资开销 余下资金的去向 很难彻底查清 由于陈平将 集资账目和公司账簿隐匿了 并拒绝向司法机关 交代余下的资金去向 检察官于风霜 曾请求南京多家银行 和凡喜间中心 试图查清 陈平名下的银行流水 找出资金去向 可由于账户众多 交易频繁流水太大 再加上好多交易账户的 开户人无法找到 虽多方努力 余下的集资款 到底流向了何方 还是无法彻底查清 后来我们又把他的妻子 儿子还有他的亲戚 等账户的名字 或者要求 又提供给范钱中心 希望他就这些可疑人员 再进行相关账户的梳理 我们发现一个 非常可疑的情况 就是当时我们发现 陈平有1.4亿多人民币的资金 是进入他的妻子的 这样一个银行 个人银行账户当中 检察官于风霜发现 陈平与他前妻之间 有巨额的资金往来 前妻还将其中的 一千多万提取或者使用了 因协助陈平转移资金 前妻也受到了法律的追究 以洗钱罪 被判处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相比老潘的不敢生病 这位老人的遭遇更凄惨 老人今年80多岁了 老伴早年去世 2008年左右 唯一的儿子得了癌症 听说陈平的项目回报高 老人就将儿子治病的钱 投了进去 结果血本无归 2014年 儿子病重 无钱治疗 老人只得举债 花了十几万 儿子还是走了 债务留给了老人 这个钱能要到几个吗 我还人家几个 我本来把债务 人不能将这种形态混账 我死了 我这个钱不还 我心里的妈不平安 是哪 我本来按照我这个心情 我老早就想走了 太退算了 但是接着人家的钱 我不能走了之 他认为被告人陈平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欺诈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 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 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集资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5年3月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采纳了公诉人余峰霜的意见 以集资诈骗罪 判处陈平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陈平不服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了上诉 恰逢刑法修正 将集资诈骗罪最高量刑 降为无期徒刑 2015年12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改判陈平为无期徒刑 现在判决已经生效 为了尽可能地 帮助受害人讨回损失 在检察官余峰霜的努力下 陈平名下的三块地 和九套房产被查封 余峰霜不受威胁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查阅了209本卷宗 找到了多名关键证人 请求多家金融部门 行业协会的支持 获取了陈平涉嫌诈骗的证据 50多份 撕下了他伪装的面孔 让他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感谢各位收看 今日说法特别节目 看得见的正义 明天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特别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